那么每次去找我小 夏日饮品 我全给它干爆 夏日炎炎 爆冰凉粉果冻 我全都做过了 但是我总觉得这个夏天还缺少点什么 突然想到了可以做这些冰冰凉凉的小饮品 今天我们给大家做几个奇特饮品小忙儿 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冰镇水泥 冰镇水泥 就是做成水泥那个样子 啊 通过用牛奶椰浆什么这些东西 哦 给它做成水泥那个颜色 哇哦 那么下一个爆打柠檬榴莲豆椒 耶 哇哦 真的好期待哦 我这刚好想喝啊 这几个组合在一起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味道 真是好奇怪哦 就是什么 尝试 尝着一些奇奇怪怪的小饮品 太好了 你人 第三 草地飘雪 最后我把它命名为粉色海洋 小粉色是一杯小小果子 让你放一个小小小小小 这粉色必须就是这边分层的那种粉色 有层层感 都不及待 你都让我说 可以死吃座吧 现在我们来制作冰镇水泥 首先最重要的就是这一壶黑乎乎的小东西 你给哥们喝热的东西 你给哥们喝热的东西啊 不是 这个是食用碳 我叫哥们吃碳 就是能吃的这个是 这个是那种碳粉 然后用热水把它溶于水中之后就可以用了 首先糖浆给它倒进杯子里 然后倒我们的椰浆 倒上之后 我尝尝 我尝尝 你尝尝来的 他走地道吗 走走地道吗 哈哈哈哈 椰浆竟然是椰子的味道 好 这么神奇吗 然后拿出我们搅拌勺 给它搅拌均匀 接下来 用冰块 填满整个杯子 冰 这么容易冰 这少来点 这嚼一点人去 我过来扫了怎么还不来 累呢 给了给了给了 什么态度 你什么态度 慢慢放 给它填满 就OK的 多放点冰块 一杯饮料当两杯子了 你这省了蓄杯的 冰块化了自动蓄杯 这多好啊 然后把牛奶给它慢慢倒进去 哇 最重要的一步 就是把我们这个碳笋 给它慢慢淋上去 木鸡 哇 这个感觉很舒服 搅拌 真的有点水泥的感觉了 这脚搅拌均匀 你确定是能喝了 能喝 谁研究的呢 这个 这个我也不知道 冰子水泥 做好了 有点黑芝麻糊的感觉 对 有点像那种感觉 内定 断黄喝这个 一会让它抽四个签 四个冰镇之一 可以 我要喝最好看 最好喝的那个 最好看的 粉色还要 这个我的 这你的 到时候四个全都是粉色还要 可以 鸿哥 今天我给大家准备了四个 夏日银品盘盒 一会儿 抽一会儿 水泥是什么 就是水泥 自面意思 自面意思 小时候亲爱拍节目了 在那给你喝死了 就是 那不是事故了吗 就是啊 别的是啥 别的 别的就是别的别人喝的 别的我看看一边 别 我看看 我找个人 好奇啊 别 哎呀 别别别别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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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咋慢慢喝 这不还是水泥吗 冰镇水泥 这不还是水泥吗 这不就是水泥吧 用两袋子吗 对 两袋子能说一杯啊 提纯 提纯 我尝尝 你尝尝喝啊 能喝啊 嗯 这什么 嘿嘿嘿嘿 不知道了吧 挺好的 怎么样 夏季小音频 慢点喝慢点喝 你都冰到花了呀 什么感觉 对着什么笑起来 嗯 给一个特决来 笑一笑 牙缝就黑 哈哈哈哈 为什么 你这牙 好像 哗哗哗哗在的 哈哈哈哈 什么都假 是呀 看呀 真摊的 真摊的 一会儿十八会儿死不了 对 唉 来试一下 哈哈哈哈 开玩笑开玩笑 实用摊 哦 实用摊 可实用的 现在我们来做草地飘雪 这个草地它得是绿色 它用什么做呢 嘿嘿嘿嘿嘿 这次我们要用的草地芹菜 香菜都吃力了 封了口碑不行吗 你要怎么做成草地 嘿嘿嘿嘿嘿 芹菜汁 太健康了 哈哈哈哈 这个呢就是我提前一天晚上 冻好牛奶雪山 今天我们来给兔夫人 给看过这雪山的小形状 看这样子冻得非常结实 出来了啊 哎呦 纯牛奶 哎呦我去 哦 怎么样 我是牛奶小雪山 还不错 嘿嘿嘿嘿 今天我们把芹菜汁给倒进去 一定不要完全没过雪山 今天我们在这个三尖上 给撒点小小的抹擦粉 接下来我们这杯饮品做好了 那我们内定高速喝吧 自己抽的没办法 这玩意能喝吗 这玩意 这咋不能喝呢 这删你鼻子啊 这删你鼻子啊 哈哈哈哈 这删你鼻子啊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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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不行啦 不还行啦 不还挺好喝啦 这不水吗 怎么可能啊 真没味啊 你放屁 你尝尝 真没味 这都没味 这样子就没味 憋死我 你这但凡往里加点糖 它都是能好喝的 行了 我再去加点糖 就 你还不及了 接下来我们来制作粉丝海洋 所有的材料 只有一个 猴面包果 这是果啊 嗯 可以直接吃的 这个可以直接吃啊 可以啊 骗我 你吃 你吃我就吃 干嘛 干嘛 真的假的 真的 这不是饿满食吗 怎么这么硬啊 实际有 那种酸酸的感觉 那种酸渣的感觉 这个是国外的一种果子 据说呀 这个猴特别喜欢吃 你干嘛 真的 我给你讲一下 它的名字 原来 原来 盐油嘛 猴不是好吃 我不能吃这嘛 哈哈哈哈 拿走 然后它原来果子的外壳 特别像面包 所以 启明这猴面包果 在我这儿啊 对 今天你做不成粉色 我把你变成粉色 来看 嗯 别动眼 嘿嘿嘿 哇 这个粉色 哇 哇 粉色 粉色 这是哪个做的 嗯 你净整 整这没有用的 你都吃过那个果子 你喝喝看不就知道了 那我尝一口 尝一口 我从下口去了 你这小熊一会儿 我给他画一画 我当雪糕吃 我去 点的奶茶吧 这么好喝 不是吧 还没喝呢 哎 这酸酸的 这感觉就是 入口的感觉 就飞着 就把它喝在嘴巴里内 奇特 对 哈哈哈哈哈哈 非常奇特 对 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那么多了 所以它真的是那个 什么猴面包我做的吗 刚刚只是跟你开个玩笑 其实我是拿这个粉色的芬达做的 首先 把这个杯子中 加点红石榴糖浆 用冰块填满整个杯子 拿出我们的芬达 搞什么果味 慢慢给它倒进去 最后 把我们这个小熊牛奶冰 给它放上去 这样 我们一杯粉色海洋做好了 这次芬达搞什么果味 推出的夏日鲜定新品 猴面包果和酸饺味 不仅味道奇特 这两种容易搭配 让我十分好奇 就想感受一下 没想到做出来 确实很奇特 所以这个是猴面包果做的饮料 对 这就是这个 做的果汁 这咱俩一样吗 不一样 这个就是我稍微加了点糖浆 哦 像这个 你尝尝这个 哎呀 这不是苹果醋味 是吗 我也来尝尝 登真 叝尝 又酸的又甜的 他酸甜不易洗澡 对 先酸你 酸完以后再甜你 微酸 哎 一下不注意 甜味有常来了 层次 对对对 我感觉这个东西它就是没有层次 而且这两个东西搭配在一起 这个就是很贵 不得不说 这是我从来都没有体验过喝过的奇特感 算是我今年的夏日奇遇季 不得不说 有品牌愿意这么玩还是挺厉害的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试一试 说不定会符合你们的口感 是的 是的 生气很怪的感觉 没人口味不一样嘛 对对对 因人而异啊 如果你是一个很喜欢体验猎奇的人 我建议你 可以尝试一下 感受一下 现在我们来做爆打柠檬榴莲豆浆 这些东西混在一起它能喝 能喝 你试过 没试过 今天做实验是吧 今天是实验一下 那你这个你自己喝啊 自己喝 先把柠檬倒一起 把冰块给放一起 我们现在放进一小半榴莲之后 现在我们把这个打好的 把这个柠檬榴莲倒在这个杯子里 哎呦 其实放到杯子里 感觉 还不错 接下来最重要的一步 就是把我们的豆浆给它倒进去 真的错了 我们给它搅拌一下 完美地混合在一起 这样我们这个爆打柠檬榴莲豆浆 就做好了 这也就不给你们留了 先尝尝尝尝什么味儿 我们吃了一股烧烤味儿呢 真假的 刚入口那个舌尖就感觉到就是柠檬酸 然后等它走到你舌根后半段的时候 那个榴莲的味儿出来了 夹在一起就有股烧烤味儿 你放屁 真的 我再尝尝一下 我再尝尝试试试 紫阳榴莲 真的假的 这个味道不难喝 但是很怪 我不相信 你给我倒一杯 够了够了够了 够了够了 羊串啊 真的 一股羊串啊 为什么不这样呢 神奇啊 我得找一个人 可能是给我 高斯啊 一股羊串 不开始跟我说稍微好玩 我是跟放屁的 什么人奇 为什么呢 榴莲呢 榴莲在里呢 紫然呢 没有紫然 所以豆浆加柠檬加榴莲 就是羊串 这是红面包果汁 你在煮红面包果 对啊 红面包果汁 看什么状态 非常好 像看顶要包看 一直在们 怎么做 更多的 温透 至缴